不好講 沒關係 您一方便就好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點 它裡頭查封也有很多不合法的地方 而且裡頭的記載也不合法 最主要它整個來講 都是當作 我們第一點有講 它現場有沒有查封 這裡有記者稿這邊 我給你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他一直講說他現場有查封 他現場有查封 其實找不到查封照片 然後他說查封的照片是洗不出來 他有說他沒查封嗎 但他有承諾他沒查封嗎 他沒有他說他有查封 還有貼封條 他說他有貼封條 有沒有貼封條很重要 因為就是有貼封條 這個義務人才會知道嘛 那你沒有貼封條他無從知識 就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抗辯啊 對 因為他不成心性 他說整個都不知情嘛 那是不是知情這個第一個蠻重要的 所以他查封有沒有貼封條 然後他講說有貼封條 那其實他講說有貼封條 然後他的警證 他有一大堆照片 就是沒有那個封條的照片 那封條應該通常會貼在門口 那不動作 結果林里長都不知道 然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因為查封是要讓債務人知道警惕 你房子被查封了 你要怎麼來處理 所以這點是貼封條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個點呢 就是他說 查封裡頭有照片為證 那整個裡頭沒有照片 然後他講說貼了以後被撕掉 被他撕掉 他講了五種說法 我覺得執行官不能這樣講 有就有 那他最主要是 書記官洗地文去執行的 那個柯一輪執行官從來沒有去 那他怎麼沒有去 他怎麼會知道當時有貼沒貼 對不對 有貼沒貼被撕掉 然後呢照片洗不出來 這些他從來不知道的 是才可以 因為是別人做的嘛 所以他應該講 找洗地文書記官來說明白 然後再來有個點就是 長虹筆錄他竟然說 有個寧姬在頭 他講寧姬表示 是醫務人就住在這裡 醫務人住在這裡 來 我給這個委員這個證物 只有一份 不好意思 另外也有 你們兩個看起來 其實 補充理由 補充理由 會多了一份在你 補充理由 因為我剛剛教了一份 OK 他這裡頭 政府在這裡 那這裡頭 最主要就是 他說有鄰居 醫務人在哪裡 其實他們來對 這個人家 很久了 他家是 他們爸爸 他們爸爸一個基隆那邊 然後 醫院裡頭 醫療 弄了 開刀 怎麼過失 然後 他媽媽 他爸爸就死掉 死掉 當時是他媽媽 帶著六個小孩 然後 賠償了多少錢 賠償 約五十萬 差不多五十萬 然後他就 把五十萬的錢 用來蓋個 因為他們家人口 當時到九個人那麼多 就蓋了一棟房子 就針見二樓三樓 那這裡頭 其實 裡頭不只他們 呃 陳親信一個人住 還包括很多人在 所以他裡頭說 林基表示 只有 呃 醫務人一個人住 那這裡頭 所以他後面會做出 直接點交 直接點交 而不是做不點交的 表示 所以這個 他用這個筆錄 其實有蠻大問題 那林基 那林基 其實這裡頭 他講說 這個洗藝仙 是他的林基 就我們今天到 呃 基隆那個 民治里 十一里跟 李明辦公室去討論 整個沒有一個人 認識洗藝仙 所以洗藝仙根本不是林基 所以我們請委員 調一下 到底洗藝仙是住哪裡 因為洗藝仙 在這裡頭變成很重要 他證明只有呃 陳親信一個人 洗藝仙 前面那個人 他說裡頭洗藝仙在 林基在筆錄裡頭 有簽名 那裡頭 吳建龍是監管處的 那個監管處的 那個監管處的 然後 陳毅庭呢 是避震事務所 然後 偵查 這個有個鎖匠 然後這個是警察 警員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洗藝仙 有五個人 那他講說 林基就是洗藝仙 那我們想整個裡 裡頭沒有人知道洗藝仙 所以他的主張 因為林基有簽名 有證明他只有一個人在裡頭 所以對他一個人來做 直接點交 這個是完全合法 然後也說這裡頭有通知 林基就就這裡 那這個問題就是 整個 整個 筆錄如果是一個公文書 就有不實的登載 那這洗藝仙 能不能請委員 調查一下 到底洗藝仙是誰 然後再來就是 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這個有沒有 他說他有告知他的查工的事實 現在整個來講 執行署在外面講的 都在他原本的整個箭中裡頭沒有 沒有出現 說有沒有 他說他竟然講他有違規 被警察當場攔截 然後既然攔截有直接簽收華單 那我如果 開車超速 然後被攔截 他直接叫你簽名 那簽名了以後 我有直接簽 難道 簽名的警察會告知他 你家被查封嗎 這兩點差很遠 不是只有簽就知道 所以他這樣講說 因為他有簽 所以他就 就無法推說你不知情 他怎麼會 怎麼 怎麼會知情他家被查封呢 他只知情 他交通處罰 處罰被開罰單 所以兩碼事嘛 這所謂政績跟代政事項都不一樣嘛 所以他這樣論證說他都知道 知道你自己不來找我 那你有被攔截 然後你有簽簽華單 這怎麼會知道 然後再來有講 林基簽名在筆錄裡頭 那我們要查明哪一個人是林基 那這個林基蠻重要的 那整個來講他就建構在 林基都知道 你也 你不知情是你家的事 林基都知道 那 很 比較奇怪的就是 林里長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今天到那個 他們的林里 林志裡頭 所有的林里都開會 沒有人知道 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家被查封 所以這個 從整個情況 就很突兀啦 所以如果知道當然 一萬八他想辦法 你要去湊 或者是要求分給付款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 第五個疑點啊 就是說 那個 通常這房子 去查的時候 會問警察 有沒有發生會自然死 如果有人有凶宅嗎 那個會問警察 所以警察就明白的告訴他 這房子 那有提供這個期間來調查 那個我政務裡頭有 警察有講 以執行當日的義務人的陳述 製作筆錄為準 那意思是說警察 警察說 你執行官要去製作筆錄啦 那這部分 你才能夠說 這裡頭 多是沒有 多是沒有灰自然死 就是能夠 讓人家 查封 或者拍賣的時候的公告 結果這一點啊 警察有講 說你一定要 當日義務人要陳述 當作主要政局 結果他 在 的新聞稿裡 就 獨漏警察局這一部分 他有問消防局 地震柱各個單位都有 然後就 警察局呢 他就把它漏掉 那這一點呢 就我們覺得 他 在這裡做 完全 無瑕疵的 直接點交 這個拍賣是 就是 違法 因為 警察已經跟你講 應該要 有沒有自然死亡 你要調查 你幾個人都沒有調查 然後 第六個點啊 三次拍賣 都沒有人 參加 然後 他 一開始是180萬 然後一次打八折 打八折一直打 那三次都沒有人 在裡頭知道 然後 這也很奇怪喔 那最後 特別拍賣程序呢 那個人也沒到他家來看現場 然後 這等於是 很奇怪 他就可以去參加拍賣 然後 還有 蘋果日報說 當時 有三個人 其實 筆錄裡頭顯示只有兩個人 一個人 拍賣 是 135萬 多一點錢 另外一個人是 128萬 中間有差7萬 那他 蘋果日報記者說 原本呢 是這個 叫 林什麼 林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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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拍賣 派定人叫什麼 林什麼 林什麼 對 林秀華 林秀華 他說 派定人這林秀華 是 他要求他 再提高一點 然後他現在 對對對外再講 林秀華 很窮 然後 是一個 老婦人 然後 其實這房子呢 非常窮 但是非常窮 他竟然 短期間 130萬人獻金出來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 這拍定人呢 到底是不是人頭 是不是 那怎麼 他拍定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他直接就可以知道這些點 也沒有去看他的房子 通常要去看一下房子 都沒有 然後 錢就很快 所以這裡頭蠻疑惑的 這裡頭 這個特別拍賣情緒 進來 那其實 整個來講 應該 兩次拍賣 三次拍賣 也沒有拍定 應該做強制管理 就是問 移送地關要不要 那其實也應該 來討論一下 這個情況 其實 一點八萬 拍賣一個房子 那麼嚴重 那這個在 柯一輪的 裡頭 有問 有發解過 他有兩次 覺得不妥 所以柯一輪 其實有注意到 一點八萬 不能夠查封 不動產 離譜的是 在整個建築裡頭 這個 基隆監禮戰還附了一個 那個 以前陳親系的 查封不動產 他認為 不合法 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不以用 查封不動產 他有告訴他 結果 這個 執行官 竟然 直接被不動產 所以我為什麼 這裡頭就覺得 這執行官有點 呆多 有點沒有小心 然後 還有一個點 在整個建裡頭 他講說 陳親系呢 他要行使公益 要教訓他 不然他以後開車 都不會小心 所以為了要教訓他 所以他一定要執行他的不動產 這個 強制執行的目的 是金額 金錢債務 你怎麼變成道路安全 這個 教訓機關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 也好 那請在你的 原本的執行件裡頭 哪一個地方你講出 要教訓他 就沒有啊 你原本都是按照 金錢強制執行 1.8萬當作你的執行目的 現在你的執行目的 竟然還有 為了 教訓他 為了一個 他們稱為公益 我們知道 一碼歸一碼 你這個 大陸交通安全的輔導官啊 那個就是 有一些人嘛 那你執行機關 只是對財產的執行 你的目的就是1.8萬 那你怎麼扯太遠啊 所以我覺得 他把問題轉移 把他甩鍋 到說他 違規不對 就要制裁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然後還有一個點 他說 他其實是窮盡 一切可能 要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 執行沒有其他財產 沒有辦法 才執行 這個不動產 在他的新聞稿 有這樣講 可是 可是 他一開始 整個建築一開始 他就執行他的不動產 一開始 就他的工文也講 直接執行不動產 那這個東西 根本沒有考慮到 其他的動產執行 所以整個來講 要看他原本的建築 現在所講的 說他有考慮他 有窮盡一切可能 都有考慮他 沒有執行其他的手段 那要看建築裡頭 以前的建築 全部都沒有提到這些東西 那現在講的 根本以前沒有想到 所以現在是 我覺得執行機關 不能夠對於 他的違法 或不當的執行 然後 還更改他自己的說辭 那這不對 然後他說他有 就裡頭的殘值 殘值不高 電池冷氣冰箱 殘值不高 他有照片 那怎麼會講殘值不高 殘值不高 你一定有評價 那評價 在他的整個建築哪一頁 找不到 然後也講說 他這個冰箱 沒有價值 而且按照執行的時候 不應該執行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頭 他對於冰箱 就沒有列為他的查紅標的 也沒有去評估 所以這些點 其實蠻重要 所以這些點 其實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要看原本 他有沒有考慮到這些點 所以我覺得 要請委員 注意 就是 如果你一開始 就直接 對於這個不動產 就執行 那這樣是不妥的 那你應該要認錯 而且你的查紅的時候 一開始就有問題 其實也要 對於查紅要撤銷 然後你對於拍賣 你一開始 其實 要做點交不點交的公告 都有問題 那你整個拍賣 有沒有公告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知道 這個東西就有個 有個調補 陳親戚 跟他附近的林長 里長都不知道 營人都不知道 反而外地的人 竟然會知道 那這個 很不審常 任何的拍賣 即使 債務人 還有被查封的意思就是 要揭示 讓他知道 所以這點 跟1.8萬直接執行不動產 跟查封 沒有貼封條在門口 也沒讓林基里長知道 所以這裡頭 究竟隱藏著什麼東西 為什麼 會這樣做 整個陳契這麼秘密幹嘛 知道 就整個來講 就整個 要用整個建宗的流程去看 那建宗流程去看 他是直接 對不動產 然後他沒有考慮到 行政執行法第三條 跟行政執行法的那個 執行細則第三條 他都沒有考慮 那我想 這裡頭顯然很多違法 然後又 後面又 為了嚴謊 又找了一個 根本沒有林基 也沒有簽名 他硬說 有林基簽名在裡頭 那我覺得這不對 那我們要找 這個喜藝畫 喜藝畫 喜藝先生來 對 那這樣 他發掘好幾次聲明稿 這樣整個夜瞄夜黑啦 其實有做錯事 就承認 然後有違法 也有不讓人家知道 然後整個問題 他就說他有合法送達 合法送達最多是 他媽媽 他講他媽媽有簽三次 就2018年的2月3月4月 但是查封的進去去查封的是 2018年的4月2期 但是2018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 跟2019年的1月到12月 這整個歷程裡頭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送達 也沒有人送達 他媽媽也沒收 然後你 只有之前的 但是之後都沒有 為什麼拍賣那些很重要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你也知道 18000不對 你可以用公權力啊 打個電話 或透過警察來問 或通個電話 電話家裡有四話 手機也都有 這一點困難都沒有困難 那你透過林里長來 也沒有困難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說辭跟後面的說辭都不一樣 所以真的他現在要把原來已經有瑕疵的 違法不當的歷程 要整個來講 當然講不過去 所以我們還有講說 他自己也有講 直接就拍賣 其實他的新聞稿自己露線了 他自己講 這個本組他就直接來拍賣 他自己有講 那個我們裡頭有 你可以看他的 不是那一頁 那個我找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他有講說 本屬呢直接就 他說明書就本屬呢 就直接拍賣 你看一下 4月16號 4月16號他的新聞稿 就是本屬直接拍賣醫務人 醫務人百萬的財產 他自己講直接喔 他並沒有評估動產 都沒有 他直接拍賣 那直接拍賣 其實是不妥的 那這個問題裡頭還有很多人 人靈機也不在 然後所有人沒有人知道 然後完全讓 我們知道如果要把人 要判被告有罪 起碼你要讓他最後答辯 能夠答辯一下 那你這個要 讓他 那醫務人的這個部分呢 起碼也要讓他知道 尤其是1.8萬年 也不是什麼 什麼大的數目啊 那其他很多單位都可以分期嘛 那你現在說1.8萬年 你把他執行完了 是為了教訓他 這樣也說不過去 然後更離譜的說 1.8萬年齁 你現在拍定 135萬扣掉稅金啊 你還有1.8萬可以拿 你可以去租啊 人家 那棟房子是他爸爸 死掉了那個金額來買的 然後現在你1.8萬到那邊 買得到房子嗎 然後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附近 他原本是兩線道 現在開始六線道 所以那邊的房價會漲 所以他要買人家的房子 你要徵收也好 也不只這個價格 那你現在用這種 偷偷的把人家買走 用強制行政執行的方法 然後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請委員 能不能查一下 這裡頭的原本 這些進去裡頭的這些人 還有包括拍定人 拍定人 拍定人 其實 其實到底是哪一個 是不是人頭 通常 不要講 叫我拿135萬獻金 我拿不出來 對不對 我們是窮教手 我們怎麼可能一下子 130萬就拿出來 然後他說這個婦人很窮 很窮 可以拿135萬 這也蠻奇怪的 所以這裡頭充滿著各種 比較講說 比較不形成 就不形成 然後也很怪 最怪就是 很少人知道 有這個案子 可以查封拍賣 只是他們整個鄰里都不知道 然後也沒有公告 也沒有查封 所以這1.8萬元 查封拍賣隱藏的背後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想 就請委員幫大家 也讓整個行政執行程序 行政執行法 能夠不要為了這麼奇怪的東西 然後就把1.8萬元 把人家的主處 整個三樓的透天處弄掉 然後讓人家掃地出門 所以這些點 其實我們社會上 都要能夠做這件事 就非常有意義 其實這個蠻多人關懷 那他現在也應用很多網金 對不對 來講說他該死等等 他有違規 這該狡猾 該狡猾的 沒錯 但是不能夠1.8萬元 然後在不明不白 他也不知青的狀態之下 然後你就說 進行查封拍賣 一拍二拍三拍特拍 然後到一個人就買走了 然後你就 你走完所有的成績都合法 這樣講其實有很多問題 因為你開始就不合法 你開始就知道 1.8萬元不應該查封一個不動產 那你一開始 哪有一個執行官 1.8萬元查封一個不動產 不動產 一平方尺 他那個不動產 是他現在如果把它估計是多少萬 他把你評估是180萬 有一段子對不對 然後他有40坪 那那個也很便宜啊 這個顯然不符合想法 所以我覺得1.8萬 把人家的主廚 然後一家所有的老幼婦女 而且他又是單親爸爸 然後又有工商腳又受傷 然後到外打工賺錢很少 然後自己養家都有問題 我到他家去都在吃罐頭啊 然後就吃很窮啊 真的是窮人啊 然後我覺得這樣整個社會爭議 滿怪的 所以希望委員能幫我們主持爭議 謝謝 王委員 你跟他講一下 我聽不太清楚 你有什麼要 都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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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是覺得說 對 我雖然有紅單 我沒有腳是我不對 這個是我承認我不對 可是我當初我並沒有說不腳 因為我存在裡面還有好幾萬 好幾萬 監察院開門 歡迎大家來請 人民有任何願請 監察院就是人民替人民解決原刑的地方 但是在調查的過程 我們是絕對不會公開的 其實你們這個案子 在陳教授介入之前 我們都已經開始在調查了 所以包括陳教授所講的說的建築什麼 我們不能講太清楚 就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拿到了 但是我們也會去做調查 調查過程是 保密到最後一個階段才會去約審 那到我們全部委員會都審查 把我們的調查報告審查完之後 我們才會正式公佈 所以監察院澄清 今天來澄清是接受澄清 那我們不是公開的 澄清是監察院門打開就是接受人民澄清 那人民澄清我們去判斷他是不是冤情 如果是冤情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去調查 接受調查 調查這個過程就像偵查一樣 我們是在秘密進行的 因為這個不能公開 秘密進行 我們希望你們提供越多資料 也許我們從這個建築看不到資料 提供的越多 那我們資料越多 我們越可以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 一些調查的方向 但是怎麼去調查 我們當然也不會對外公開 包括媒體裡面大概也不會寫 因為我們不會接受媒體的 就是問我什麼 訪問什麼 我們都不會講 但是每個媒體的個性不一樣 但是我們堅守這個法律的底線